黃國昌你是法律人 你不是執法犯法 你是執法 你現在在玩法 這已經是一個明顯違法的行為 你竟然還跟大家說我要去租 問題是這三十幾年來 你沒有想過要租 你是被抓到 你跟他做 你害死嫁別這間的阿伯 阿伯我每天都睡不著 黃國昌老師 拜託你這幾天開直播 跟大家說清楚 不然大家一二五月說 哦我們來台大法律師的都這麼厲害 知法玩法 這樣也請國昌老師來做辯護歷史 大學來判事 繳出童年空照圖呈現 黃國昌7月21號委託代理人送件的 是民國81年10月31號的空照圖 用來佐證是屬於82年7月21前的寄存違建 才可以跟國產署進行土地申租 但國產署認定空照圖 並非平面圖 判別有難度 它的鏡頭跟地面是沒有保持水平的 地上建物它也有一個建築高度的問題 這個航海的高度非常的高 建築物的印象部分 它會有變形的一個情況 國昌提出的空照圖 可能無法佐證是寄存違建 再加上這裡是山坡地保護區 國產署已經發函給新北市府 要求判定建物 有沒有違反國土保安 影響公共安全 如果情節重大 就算是寄存違建 也不予申租土地 同樣連帶影響旁邊的鄰居 共九戶 他們整個都出去的 我講起來他們是很離譜 他們佔的比例 大概是比較高 當然是不高興 很衰 他會檢視別人他自己的標誌 被他搞得這樣子大家都很無奈 新北地震局8月4號發文 黃國昌及8名佔用人 30天內佔用區域 如果沒有恢復原狀 將裁罰6萬元 黃國昌霸氣一句 該怎樣就怎樣 違建占國有地 還私下想拼合法升租 過去高舉道德大旗 格外諷刺 當時說該怎樣就怎樣 是我不想說 大概是就該回家拆了嘛 就76之後就回家拆一拆 沒有想到是 再想個一個法律的新法 看有沒有辦法變成繼承違建 然後再來用租的 不過新北市府目前為止 這是昨天晚上的這個10點發的稿子 要求30天內恢復合法使用 阿川兄 他這樣非猜不可了嗎 我們現在說的是 你後面的廚房那裡 廚房那裡的國有地 因為國有地 旁邊是一條水溝一條桂 所以他那個水位跟旁邊的土地 會變來變去 因為水的關係 所以這個國有財產署不一定要做給他 因為他那裡也是保護區 所以保護區如果做給你 你上面本來看暗門桌 你其實你也要拆掉 你要做你也是要拆掉 上面剃除你也是要拆掉 要留水路 可是這30年 他剛剛提示出來說 八十一年就違建了 到現在已經31年32年了 81年的黃國昌 打到大後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講了 黃國昌你唸臺道法律室 這30幾年 你沒有任何一天任何一秒想過要跟國有財產署 租土地嘛 你都沒想過 是最近還想到 好 這條你無過關就對了 國有財產署如果真的做給你就對了 拜託你放那是河川地 河川地來種四櫃 去跟阿伯 跟八十三天一起 台灣很多人沒台無錢 去跟國有財產署的地 那個阿伯也會去給他們破形 因為他沒有法律 他去給他們破形 他就來政司閨嘛 政司閨嘛 真的有人去跟他破形 所以國昌老師 你除了你自己的家以外 你旁邊齁 七八 隔壁跟阿伯已經出來罵了 頂哥也有一個出來在家 那個人做辯護律師 每天都要辯護 辯護之後大家都來做 這套辯護的方式上網開直播 通知全台灣 現在還有產署 尤其是岩寬人 岩寬人叫你港鏡頭 岩寬人起訴也是佔有國有地 所以岩寬人現在在用課 拜託你作業辯護律師 你跟他說這簡單啦 拜託你 這支法頑童 這樣算 這樣算 算算的就沒問題了 你這條這樣 這樣會不會過關 國家可以讓他過關嗎 現在我們國昌就是要拚合法 要拚 國有財產署不要插 國有財產署直接給你三十天要拚掉 要拚進場 幾百喔 北京住 一間都先罰六萬 所以隔壁很不爽的你知道嗎 你去你阿公把家裡賣不賣 給你去美國撤 回來跟母這家的 母到這家庭 隔壁台都先罰六萬 後面廚房台都要撞牆 黃國昌 你是找到腳這麼拚掉 現在隔壁的台都很不爽 我的重點是說黃國昌 你是法律人 你不是執法犯法 你是執法 你現在在玩法 這已經是一個明顯違法的行為 你竟然還跟大家說 我要去租 問題是這三十幾年來 你沒有想過要租 你是竟然撤到 你才會租 而且你不知道 如果租 租宿的價位 價位的七庭 全部都要用那個價位租租 你的海師 刑別的七庭阿伯阿伯 我每天都睡不著 因爲這可能整十萬 整百萬 整十五十萬 三十幾年 這是之前的請要通通付清 黃國昌八十一年他就違建 嚴寬恆已經去繳了 黃國昌高起雖平說我八十一年就繼承 違建 現在不是三十幾年 所以聽聽比較沒問題 我看你指出來的幾條路 聽聽就沒問題 他們家裡邊廚房而已 你們有四層樓 五層樓 頂端又違建 大幾個月都沒問題 你後面那天聽掉 乾淨 乾淨 不要再害到隔壁 你們自己用用的 國務財產署說 以前的情況高高的 我們現在沒違建 新北地政局不要再來了 這樣就做一個良好的示範 國昌老師 拜託你這幾天開直播 給大家說清楚 不然大家一二五位說 我們來台大法律師的都這麼厲害 知法 玩法 這樣也請國昌老師來做辯護律師 如果法務部長是不是就想說 要做這個知法 玩法 弄法的人 我們現在要看的一個點就是 你是不是都會變說有嘴說別人 沒有嘴說自己 黃國昌這是一個例子 三十天他要把它拆掉 那麼另一方面呢 這個鏡周刊 踢爆說學姐黃靜寅也關切 網紅頒四黨議員互違建七年 所以呢 在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的任內 足足七年的時間 一個被檢舉的違建就是無法拆掉 那麥公學姐啦 就是七個個政黨的議員都有介入關說 好 所以這個媒體這樣報導之後呢 學姐就說沒有關說 她是打電話關心 她要來進行追溯 我們要問的是 你現在要選總統了 而且你很有機會可能當選總統的 你為什麼七年了拆不掉這個違建 你過去226戶違建 你說要這個三月拆 你給了這個期限三月拆 然後呢 你那時候鐵漢形象喔 就拆了 沒什麼好講的 所有議員別來跟我關說 沒有用 然後呢 監管處理人員直接說 其實她在頂樓加違建的屋主 因為是要拆的這兩百多戶是 隔成三戶的嘛 你只要把你的三戶隔成兩戶 又過關了 又過關了 所以你真正拆違建你業績是什麼 為什麼一間大家檢舉不斷的違建 搞了七年就是拆不掉 我們來看VCR 從2020年之後 凡事不是按照這樣的做法 這中間必有貓膩 2020年柯市府設立違建爭議 處理委員會 專處理違建議題 不過國民黨議員炮轟 網紅被被違建案 拖了七年沒拆 看看柯文哲剛上任的這些話 何外諷刺 這次沒有辦法改善 那就拆了 沒什麼要講 所有的議員也不要想來關說 政府還是要執行公權力嘛 所以該拆就拆嘛 2019年柯文哲更公布違建名單 杜絕議員關說 不過2021年柯文哲又說 關切關說很難區分 不僅整宿違建那把史變來變去 當初喊該拆就拆 但根據營建署統計 柯文哲八年任內 違章拆除總數 為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一件 還是比好市府還要少 因為他常常講大話 然後有時候沒有去了解民情 常常會做出一些錯誤的政策 就像網紅被被這起違建案 2016年12月13號就被檢舉違建 监管處也認定是違建 市局拆除日期都定了 但根據周刊報導 網紅被被這段期間找了跨黨派 四名議員幫忙協調 直到現在過了七年都還沒拆 2020年就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凡是有違建的 那你就必須你成情人 去跟違建爭議委員會 提出一個爭議的部分的說明 你柯P自己寄出來的 是2020年的規定 那照理講有兩年的時間 你根本就沒有其他的 可以暫緩的空間 對於柯市補石齊 監管處緩傳被被違建案 柯正已沒有回應 國向來對違建很感冒的柯文哲 追上喊拆 講很滿 但是不是打高空 數字會說話 好 黃國昌 活生生 有嘴說別人 沒嘴說自己 柯文哲我記得上任的時候 也是大話說 所有違建才有怕了 明顯 你也跟他合作不久 不少 滿長的一段時間 他的違建業績怎麼樣 怎麼會一個違建可以這樣頂四年 七年就是拆不掉 不會太瘋 各縣市六都 特別是六都都有違建 台北市我查一下 目前的違建大概 應該是八萬件左右 你說講萬年 他就不敢在這個叫水手 你知道嗎 又要賺名聲 又要那個 你柯文哲 你就嘴巴要講的正氣凜然 你賺了名聲 你實際上有沒有執行 其實違建是這樣 包括有影響到公安安全 想要防火箱弄這個違建 一定是優先拆除 那譬如說你的公寓頂樓 加蓋的這個 大家看得到都會減少 現在台 我想我必須要憑良心講 台北市的庶民相對比較高 所以大家看不來 譬如說有些陽台外推的 很多都減少 現在如果是非寄存違建 減少 即爆即拆 所以列案就去拆 所以台北市的違建 相較起來 是有逐年有下降 那是這樣 明代就這樣 有人有違建 一定找明代 找明代來陳情 過去是這樣 確實有一些 就這樣啦 很簡單 違建聽到你的時 過去 說是過去啦 搞你啊 要聽了 然後就抽單 放到下面去 到這一案 又來抽單 又放到下面去 就一直重複這個順序 可是現在是這樣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一直可以有人關心 我說過期是這樣 現在沒有 這樣有的人是見頭 沒有找議員 所以他單子就不會被抽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也減少我們的困擾 柯文哲任內有成立一個 叫違建爭議委員會 現在有來找完 譬如說有違建 之後我們說 這個要怎麼去處理 我就說 就送到爭議委員會 去處理啊 就說你有沒有判斷說 該不該猜就爭議處理 那來陳情都這樣說 有沒有說 過去真的可以啊 你怎麼說一下 等著卡一下 你就放在那邊 就不用猜啦 沒有這事情 所以違建要不要處理 包括有涉及到公安 這個要列為優先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所有市長 包括不論台北市 不論柯文哲 都必須要把違建 列為最優先來處理 不然像過去這樣 我們代表局沒說 有沒有議員 有沒有去關心 或關切違建 你就公布電話就好了 誰有去啊 他不是有說要公布 公布過沒 沒有啦 他就嘴巴講一套 實際執行謀劃 他也有承受壓力 確實也有人 所以他同流合污了嘛 確實 我也不要去講是誰 因為這個現象存在台灣 我跟你說 他人情辦到這麼多 國民黨的議員 沒有人要監督 大家都負責 八地八地 我不是說你 我說除了你之外的 沒有啦 沒有 該監督還是要監督 北流北一 這些一樣都有 等一下就要講到 許巧欣有沒有監督 黃國昌森也是氣而不捨 他找到三十一年前 還有守護臺灣守護家園 三十一年前的那個空照圖是什麼 是人造衛星 剛好經過他家上面拍的 他怎麼拿到 還是有飛機 經過他家上面 是民航機 他家上面是什麼 航道 要掉這個不簡單 不簡單 那個時候剛剛解嚴 還沒有什麼 我們現在還有無人機 還有玩無人機 這樣拍拍 可能會拍得到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空域 很多空域的管 是的 所以我想說 那個空照圖 他真的還有能耐 那要怎麼拿得到 難嗎 難 那個要去台中有一個 黎明路有一個叫做 窯廁中心去那裡申請 太空中心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 付錢就好了 對付錢就好了 但是他要知道 那個地方有 這位里尾嘛 對 然後他那個印出來 因為當年很早 沒有電子數位化 所以掉出來都是紙本 就很大張的那個堂 但是當年 所以他要給他精緯度是不是 所以當年黃國昌才大二啦 搞不好他夜的時候 有那個參加攝影社 可能去對面的 山頭這樣 撞進來 搞不好看到 搞不好看到黃國昌喔 全台灣 只有台中林明路 那間可以調這個 叫做窯廁中心 搞不好黃國昌對上人比夜 被拍到了也不一定啦 不過他真的是很努力啦 真的努力 真的很努力 所以鄰居不要再罵他了 他就散盡 但是你有沒有幫鄰居其他人 一起申請這個照片 這就是重點 還是整張的 整張都要人心線 有沒有 尊親睦鄰 守望相助嘛 不然那個要罰六萬塊 誰出啊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行 他已經是八十一年了 八十二年以前沒事情對不對 結果假扮已經八十三年了 他還交給那個大四 喔 假衰 假衰 我同年 我是覺得黃國昌要考慮趕快搬家 趕快買新房子 對不對 不然這個跟鄰居在扯不完 因為國產署現在接到他這個案子 其實有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因為你用空照圖 那你現在大家認定這個違建東西 你從空照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他說你這個不是平面圖 要重新再去做這個鑑定 所以我認為現在對整體上面來講 就大家為什麼對於這種 佔用這種事情 因為黃國昌不是第一例 在去年前年的時候 大家針對要選舉政治人物的時候 你只要有涉及到違建的案子的時候 大家用什麼標準去看待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就是黃國昌 這件事情上面 他其實挑戰的其實不是 他合法 不合法這件事是一定不對 但是他其實在挑戰的是 那個社會觀感的這件事情 你看為什麼今天會爆出來 他去申請那個遙設中心 誰可以 但一定是有人看到說 你奇怪 你現在要上這張 要規避民國八十二年的那個 那個期限 你就硬強調說 你這是疫情就是有的 那這一定是有人知道 看不下去嘛 不才會來說 你去跟他調這個 而且又上到這個國產署裡面 嗨 師兄 這個黃國昌正因為他的個性是這樣 所以才會跟柯文哲好成這樣 典型的欺世道明 將個人的利益極大化 想方設法就是要從中間找到一個 一個縫隙來證明說 對 我不用拆 但是沒有在管鄰居的 就是無論如何我要保我家 保我家的違建 然後呢 在社會上面行走的時候 卻又拿著那種至高無上的道德 都是我最棒 所有的好聲量都是我拿的 屏東的養雞場 哇 怎麼可以這麼臭 壞死了 好聲量都是我黃國昌的 可是呢 自己幹盡這些違法的事情 違建的事情 然後拼了老命去找到照片 來捍衛自己的家人 欺世道明 沒有這樣子的啦 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大 把國家的利益放到最小 柯文哲何嘗不是如此 柯文哲不是 哇 每一件事情我都最棒 拆我一件鐵碗拆 結果咧 結果有嗎 放水的有多少 你對外講的是一套 你私底下裡面骯髒的不得了 你私底下裡面 這個醜事 骯髒事情 通通都做盡 這兩天不是被揪 被四叉貓又揪出來 你不是在那個中部地區有一個 要幫你辦選擇會的那個主持人 王冠軍是不是 嘉義 嘉義啊 他不是要當主委嗎 他開居酒屋了 是燒鳥哥 對 他是燒鳥哥 然後他的前科這麼多 哇 現在黏到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在那邊罵 罵藍罵綠 你們都垃圾的時候 人家不要的 垃圾中的垃圾全部 哇 我民眾黨全收 這是你柯文哲的標準 然後你在對外的形象 就是你看白色力量好乾淨 噁心死了 我覺得政壇有這種人 雙面人 太噁心了